同学们好 今天这节课 我将以美国园林为例 与大家一块学习西方近代园林 我会从历史背景、园林种类、园林案例三个方面来对美国园林进行介绍 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美国园林诞生的历史背景 美国地域辽阔,但历史很短 是个多民族的国家 1776年宣布独立 在殖民统治时期 各地有小规模的宅院 其形式基本上反映了殖民地各宗主国园林的特征 18世纪后 出现了一些经过规划而建造的城镇 才有了公共园林的雏形 如波斯顿公共花园的用地 费城的独立广场绿地等 200多年的历史 美国吸收外来园林形式 早期的庭院如东海岸多为英国式的风景源 也有法国、意大利五点规则式园林 在西部、加州一带则多受日本庭院的影响 但美国园林形式的主体来自欧中 尤其是英国的影响较深 随着时间的推移 美国的国土面积、植物资源、气候特点等方面的内在因素 美国的园林形式是扩大了的 而变化了英国风景式园林 其气魄雄伪、简练开阔 尤其是大面积的草坪 而且查马建筑物附近的形式 设计巧妙地融合过渡到自然形式之中 美国的园林主要有城市园林和国家公园两种体系 城市园林是美国园林重要的组成部分 也是美国园林艺术水平的最高代表 它包括公共公园、主题公园、城市绿地、住宅小区绿化和公共墓园等形式 城市园林具有较强的公众性 属于公共园林 最出名的是位于纽约的中央公园 美国的国家公园诞生于人们对自然的不断探知中 在历史上 美国经历了较长时期对矿产和森林无计划的开采 自然资源及生态环境遭受到严重的破坏 由此人们受到未曾想到的惩罚 发现和认识到保护自然资源的重要性以后 美国陆续批准建立了国家公园 国家纪念地、国家保存地和国家保护地、国家历史地、国家历史公园等多种形式 最著名的是美国的第一个国家公园 黄石公园 中央公园位置在纽约寺曼哈顿区 位于人口密集的商业区当中 是美国第一个城市公园 长约4000米、宽约800米 呈南北向长袋状 其纵向跨47个街区 横跨3个街区 面积344公顷 它既是纽约市的一座大型公园 也是一处生态走廊 公园是于1858年 由老奥姆斯特德及沃克斯设计的 1870年又进行了重新设计 也有过一些局部改动 但公园的整体形式和风格得到了保留 中央公园规划为自然市布局 在自然市布局的基础上 掺杂了整齐市 园内的景区大体科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景区是 由南向北的绿树环抱的游戏区 第二部分是游行集会区 这两个区域空间开阔 是面积较大的草坪区 第三部分是公园的最大街区 湖池区 有大小三个主要水面 中间为规整的长方形 墙后一小一大 均取自自然湖池形式 自然蜿蜒 生动有趣 周围也有绿树环绕 其中面积最大的湖池 湖面月一平方千米 第四部分为休闲区 内有大片的草坪和小型的湖池 景色优雅 原路均蜿蜒曲折 追求自然 建筑小品精巧细致 雕塑精心布置 种植桥灌木月占庭院的四分之三 或输或密 绿稀浓浓 营造出一片城市田园风情 中央公园的建设成就 受广大群众的赞赏 在以后的十几年中 在美国掀起了全国性的公园建设高潮 黄石公园是世界上第一个 也是世界上最富盛名的国家公园 该公园设立于1872年 位于外河明州西北部 于蒙大拿州 爱达河州三州北洛基山的 熔岩高原上 平均海拔高达2400米 面积8956千平方千米 是美国最大的国家公园 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公园 黄石河完颜于峭壁深侠之间 极流奔腾 是美国最大的高山湖泊 长32千米 宽21.5千米 湖岸周长180千米 从这里落下高大宽阔的大瀑布 气势磅礴 园区辽阔 山峰林立 泥火山、化石林和大峡谷尤为出名 山石颜色为黄色 并由此得名 成千上万的喷泉 有间隙喷泉三千处 每天有38万立方米的温泉 喷涌出来 川流不息 最高的喷到60余米 颇为壮观 这里广袤的原野上 化石林、野生动物栖息地 森林也非常迷人 公园总面积的85%左右都覆盖着森林 许多树木的直径都在1.2到2.4米 树高达30米 开阔无垠的草原等丰富原始景观保存完好 色彩般来的岩石峭壁 白浪翻滚的河流 气势壮观的瀑布 种类丰富的动物 为黄石公园增添了神奇的景致 近代西方园林特征 近代西方园林是物质日益丰富 环境日益恶化的工业化社会的产物 不同于以往某云时期的传统园林 风景园林的内涵 已经发生了深刻的转变 它的范围已经不仅是局限于 简单地为人营造生活空间 而是拓展为大众 为社会提供活动的空间 开始为环境忧心忡忡 所以近代西方园林体现形式多样性 内容丰富性 理念超前性等 今天的课到这里 谢谢聆听 这样子不如接转绿 感兼 面丝 绿币 传绿